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入睡前有五个坏习惯,会让你老得更快,第一个就非常危险。 很多人都认为,睡觉就是很单纯的闭上眼睛得睡着,但实际上,睡觉可是有讲究的,好的睡眠不仅能让大脑和身体得到充分的放松以及休息,还能保证你第二天的精力。 那么问题来了,你的睡眠合格吗?不如先来做个自我测试吧。 1. 能在30分钟内入睡 2. 每晚醒来5分钟以上不超过一次 65岁以上的老年人醒来时间超过两次属于正常 3. 幸好在20分钟内能重新入睡 4. 在床上有85%时间在睡觉 如果你的睡眠状态能满足以上四项,那么你的睡眠质量是达标的。 但是,你知道不健康的睡眠非常伤身吗?尤其是下面五个睡眠习惯,如果你有其中之一,可千万要改了。 入睡前五个坏习惯 坏习惯一 1. 带气入睡 研究发现,与清醒的状态相比,睡眠可能让你对糟糕经历的记忆更加牢固,那些让你愤怒的画面会更长久地出现。 睡前生气发怒会使人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思绪万千,导致失眠或严重影响睡眠质量。 而且,生气所引起心律不齐的心电图,比一般心律不齐来得更加混乱,也更加不稳定,所以是最致命的。 像愤怒这样的强烈情绪可能会使心律中断,危及生命。 女性生气时,还容易长色斑,加速脑细胞衰老,导致胃溃疡和心肌缺氧,甚至可能引发假抗等疾病。 对策 先消气再睡觉 如果非常愤怒,一定要倾诉出来,万万不可生闷气。 另外,人体还自带三个消气阀,不妨及时打开,像泄红一样把露气卸掉。 1.太充穴 爱生闷气,焦虑,心烦意乱的人,按摩脚面能快速让人神清气爽,心平气和。 这是因为,此处是太充穴的所在位置。 为人体足绝阴肝经上的重要穴道之一,又称消气血。 方法 用拇指指指指指指和用力按揉两侧穴位,使局部产生较强的酸胀感,每次按揉3到5分钟。 2.樓工穴 劳工学的所在位置属于手绝阴心包筋,心包筋对心脏起着保护作用,按摩劳工学可起到静心凌神,镇定醒脑的作用。 方法 快发火时,抠手心,人在快要发火时可倾过拳头,用中指抠自己的掌心处一到两分钟,能起到清心火的作用。 3. 百会学 情绪激动按头顶,如果感觉自己情绪开始激动,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失眠等情况时,不妨坐下来按揉一下头顶,在圆头上把气放掉。 方法 头顶有一个重要学位,其百会学,用双手指按压7秒再松手,连续7次,可缓解症状,提神醒脑。 坏习惯二 睡前吃过饱 中医到,胃不合则卧不安。 睡觉前吃得过饱,在睡眠过程中,肠胃还在紧张地加班工作,这时产生的不良刺激就会传递到大脑,使人出现多梦、失眠或睡眠不深的症状。 多梦还是小事,睡前过饱的话,血液会集中在小化道,使其他部位,特别是冠状动脉的血液相对减少,一引起心脏缺血,诱发心脚痛。 夜间心梗就是这么来的,深夜病发真的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对色,晚上坚决气氛饱,很多中老年朋友勤俭节约惯了,到了晚上既不想让饭菜隔夜,又不想倒掉,于是都进了肚子里。 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晚上多吃这一口,不仅影响睡眠,还可能导致心梗、胃病、糖尿病等,比浪费造成的危害大太多了。 坏习惯三,睡前过量运动。 有些人认为,睡前做运动能让人更疲倦,从而更容易入睡,但其实,睡前做过量的运动会令大脑控制肌肉活动的神经细胞呈现极强烈的兴奋状态,不利于提高睡眠质量。 对策,睡前按摩拉筋助睡眠。 不少老中医都有睡前按摩泳泉血的习惯,除了按摩,还可以适当拉拉筋。 俗话说,筋长一寸,瘦长十年,两个拉筋的动作在床上就能做。 一,两腿一分。 把两腿伸直分开,脚尖回勾,两手抓着脚趾,身体慢慢向下压,练习时不用刻意追求身体贴着腿的感觉。 只要腿后的大筋有拉伸感就可以了,不要用蛮力。 大腿内侧走的是肝肾筋,肝藏血,肾藏筋。 将两腿分开向下压,可以拉伸肝肾筋,不易肝肾,为身体养血续筋。 二,脚趾回勾。 双腿伸直并在一起,脚尖回勾,双手抓着脚趾,身体慢慢向下压,只要大腿后侧的大筋有拉伸的感觉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帮助膀胱筋排毒的办法,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 坏习惯四,睡前喝茶。 茶叶中含有咖啡碱等物质,这些物质会刺激中枢神经,使人兴奋。 若睡前喝茶,特别是浓茶,中枢神经会更加兴奋,使人不易入睡。 对策,喝小半杯温水。 睡觉时心率减慢,如果不喝水,血液浓缩了,血流慢了,第二天早上容易血栓。 睡前喝一小杯水,可以减少心肌梗死,心脚痛,脑血栓等突发危险。 不过,喝一小杯就行了,稍微抿上两三口,否则可能要起夜,同样影响睡眠。 坏习惯五,使用不适当的枕头。 想拥有良好的睡眠,首先必须有一个好枕头。 枕头太低容易导致落枕,头脑发胀,眼皮浮肿。 枕头太高会影响呼吸道畅通,导致颈部不适。 对策,枕头能贴住颈部的凹陷。 中间低两端高的圆宝型保健枕头,弹性强,易恢复,能够很好地控制人在睡眠时的姿势,对颈椎有支撑和保护的作用,能让颈椎得到较好的休息。 购买时,要按照自身情况,选择高度合适的枕头。 健康的睡眠质量是长寿的必备良药,这几个睡前好习惯,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饮食篇 8点后不吃东西,脂肪在半夜2点最易续肌。 如果此时处于空腹状态,脂肪就不易续肌。 按照一般消化时间推算,就要在晚8-9点后不吃东西。 睡前别吃太咸。 咸入肾,咸味的食物或药物最容易作用于肾,咸味适度可以养肾,过咸则会伤肾。 肾脏主要有调节水液代谢的作用,而过咸的食物会损伤水液,造成水液变粘稠。 肾脏无法得到水液中养分的滋养,就会出现功能下降等。 肾好的人睡前不会吃偏咸的食物,可以保持身体水液代谢的平衡,有助于滋养肾脏。 断练篇 晚饭后散步 散步是一个很令人愉快的小幅度运动,竟让你舒缓劳累一天的筋骨,而且会促进你的消化。 等你睡觉时,你会发现,你因散步而产生的轻微疲惫感可以使你能够更快地去入眠,同时避免剧烈运动。 用手梳头 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头部穴位较多,通过简单的梳理对头皮起到按摩和刺激作用,不仅可以平干,吸风,还能开窍手绳,止痛明目。 每天早晚都用双手指腹轻轻轻地梳到头皮发红发热,长此以往还会提高大脑思维和静音能力,促进发根营养,保护头发,减少脱发,消除大脑疲劳,早入梦乡。 头部穴位众多,通过梳理可以起到按摩刺激作用,能够开窍手绳,止痛明目等。梳头时最好用木梳,对头皮刺激小。 自我管理 睡前认真洗漱护肤 晚上睡前刷牙比早晨刷牙更加重要,因为你在活动了一天之后,也吃了不少的食物。 这些食物残渣有一部分会附加在你的牙齿上。 你如果不刷牙再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会口臭,并且在这天晚上睡不踏实。 晚上刷牙不仅可清除口腔激物,并且有利于保护牙齿,对安稳入睡也有帮助。 还有一个就是洗脸 我们在看完电视、电脑这些电子设备后,要记得洗洗脸。 因为电视和电脑都是有辐射的,长时间的观看会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停留。 睡前洗脸可以把这些辐射粒子和一些灰尘洗干净,以保护皮肤清洁,使睡眠舒适、轻松。 洗脸之后记得要涂护肤品,以方便肌肤更好的吸收,保持皮肤水嫩状态。 睡前好好泡脚 睡前一小时用热水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即可。 泡脚之后加上按摩脚心和脚趾的习惯,不仅能够舒筋活络,还可以促进全身气血运行。 这么一来,既能够快速安然地入睡,更能睡一个安安稳稳的好脚。 俗话说,睡前烫烫脚,慎服安眠药。 脚上的60多个穴位与五脏六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每天睡前保持烫脚的习惯,可以促进气血运行,舒筋活络,有助于睡眠。 好心情和好氛围 好心情更重要,不要带着怨气和不高兴睡觉,更不要在睡前大发雷霆。 睡前心情好,可以更快速地入眠,并提高睡眠质量。 保持好心情的方法因人而异,可以听听最喜欢的歌曲,回忆以前的开心往事等。 最重要的就是不去想任何烦心事。 提前一个小时左右,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让心安静下来的事情。 这样对修心很有帮助。 不要看提神刺激性的视频,这样会增加新的动念,容易引起不好的事。 比如听书,闭目养神,冥想,这样不会胡思乱想,很快入睡。 好的睡眠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东西。 尤其是对一些身体素质不太好的朋友来说,能睡个好觉就是谢天谢地的。 三期是防止心脑血管病,提高免疫力最常见又有效的重要,且对身体没什么副作用。 不过,三期怎么吃,功效才能发挥到最大化呢? 关键看搭配,搭配得当,功效翻倍。 三期加当归,一起化瘀,绒栓同脉。 一,三期粉和当归一起吃,可以用于跌打损伤,扭伤,活血化瘀,消肿,止痛。 二,当归一起补血,活血通筋止痛。 三期粉活血化瘀,从而增加活血痛筋疗效。 三,现代医学研究,三期粉有造血功能,当归有补血活血功能。 量药合用,补血而不留瘀壁。 四,临床上防治关心病,心率失常的疾病,三期粉,当归配合使用,以增加补血花瘀作用。 五,可以防治心脑血管病,脑血栓形成,脑出血,该实际用药要根据病情相应调解,量药用量,要分清量药使用量的赎金赎种。 用法,三期和当归各适量打成粉,比例可以是1比1,每次一克空腹腹,可收到较好的效果。 量药合用可防治慢性瘀血型,肝炎,脂肪肝也有一定疗效。 三期加单身加西洋身,预防老年多种病。 单身,是强心的良药,对血管达有好处,能够扩张关脉,扩张外周血管,改善微循环,而且它是对抗血栓形成的有力武器。 三期,能加强和改善关脉微循环,入药历史悠久。 作用奇特,被历代医加视为药中之宝,固有经不患之说法。 西洋身,可以抗心率失常,抗心肌缺血,抗心肌氧化,强化心肌收缩能力。 关心病患者症状表现为气阴两虚,心慌气短,可长期服用西洋身。 另外,西洋身含有调节血压的作用。 用法,西洋身三期单身按1比1比1的比例混合打成粉。 每天早晨功夫服用一次,2-3颗,重症患者可适当加量,可使用温水、粥水、骨汤送服。 坚持服用,否则将潜功尽气。 适合症状,高血压、脑中风、脑血栓、心肌梗塞、脑中风后一阵,脑血管硬化。 三期加添麻,防止动脑硬化、心脑血管病。 添麻,补益。 历史珍认为补益上药,添麻为第一。 世人只用之制风,两可惜也。 添麻粉痴,头风痛,即降血压、除痰、止痛、驱风湿、心气活血等。 添麻性味肝贫、硅肝筋,不仅可以定筋、驱风湿,还具有良好的益气、养肝、止晕、强筋骨的功效。 三期,补血。 三期粉具有止血、活血化瘀、消肿定痛、滋补强壮、抗疲劳、耐缺氧、抗衰老、降血脂、降血糖、提高集体免疫功能等作用。 用法,添麻粉8-10克左右每天,三期粉6-9克左右每天,兑水喝即可。 建议最好饭后服用。 医师认为,这两款中药材可同一天服用。 隔开十段吃就行。 三期加西洋参,化鱼通落,阴阳双补。 三期粉与西洋参粉混合起来,一方面三期可化鱼通落, 另一方面西洋参可齐因双补,这对心脏是一个全面的养护。 用法,三期粉50克,西洋参粉50克即可,两者混合均匀。 每日温水充浮,用量根据病情增减。 一般人每日服用混合粉末1克即可。 三期的其他搭配,补血,酱汁,酱血糖。 三期加黄芪,功效,补血补气,滋补干肾。 用法,每次三期粉2.5克,黄芪2克肩腹,即熟腹,每天服用1-2次。 适用对象,中医一般用于心慌,气醋,溢出汗,头昏,胸闷者。 三期加山楂加单身,功效。 降脂预防心脑血管病。 用法,三期粉,单身粉和深山楂1比1比1比例, 开水冲服,即熟服,每天2次。 适用对象,中医一般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及高血脂等症状者。 三味药同时食用,有利于心血管病情的康复。 三期加单身加十壶。 功效,辅助治疗高血糖。 用法,三期3克,单身6克,十壶0.5克。 饭后,温开水送服,即深服。 试用对象,单身用于心脏,高血压,十壶可提高人体免疫能力,抗衰老,抑制重瘤。 五,五脏虚老。 三味药合用可辅助有高血糖,血脂异常等症的人。 适合吃三期粉的10类人。 一,三高人群。 长期食用三期可有效防治阴肥胖、吸烟、饮酒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引发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 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中老年人群,食用三期具有很好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 三,久坐人群。 对于久坐的人群,食用三期可加强血液循环。 四,暧昧人士。 对于内分泌失调,皮肤无光泽,有色斑的人群,食用三期能调节内分泌,清除血管垃圾,延缓衰老,美容养颜。 五,免疫力低下人群。 体质虚弱、易感冒、易疲劳等免疫力低下人群,食用熟三期可增强免疫力。 六,贫穴人群。 长期食用熟三期能改善贫穴症状。 七,易疲劳人群。 学习或工作压力大、长期又脑过度的人群,食用三期能缓解身体疲劳、充沛精力。 八,易跌打扭伤人群。 中老年人,运动爱好者,室外劳动者,容易意外创伤。 内服三期可活血化穴,消肿定痛。 万用三期可迅速止血,消炎阵痛。 九,长期失眠人群。 长饮三期花茶可安神助眠,有效缓解失眠多梦等症状。 十,经常应酬人群。 经常应酬、抽烟、饮酒、高脂肪食物过量摄入的人群,容易患脂肪肝、酒精肝。 食用三期可饱肝、护肝。 三期粉的小知识。 熟三期粉和生三期粉有什么区别? 一般去药店买的三期粉都是生的,而如果把它加热的话,就变成了熟三期粉了。 简单地说,三期粉没有生熟之分,主要是你服用方法的不同。 同样的三期粉,你加热之前是生的,把它加热后服用就是熟的了。 三期粉的食用方式。 三期的吃法主要分两种,一种生吃,一种熟吃。 生吃三期主要起活血化瘀的作用,熟吃三期的功效是补血养血。 三期的最佳服用时间,早上起来空腹服用三期粉3-5克,用温开水送服,可以增强免疫力、抗衰老等功能。 晚上饭前服用,有助于改善睡眠。 如果在饭后服用,勤少量,最好不超过3克。 因为服用过量的三期粉,有兴奋作用,致使失眠。 而且,最好不要在睡前服用三期粉,因为服用三期粉容易口渴。 三期的禁忌。 一,不要吃土三期。 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位50多岁的李阿姨,退休后一直在服用亲戚朋友送来的三期。 但是服用大半个月后,却发生腹胀不适现象。 经过医生排查才发现,李阿姨是因为服用了土三期导致。 土三期虽然也是药物,却与三期不同。 三期属于无毒。 而兔三期含有,比格碗生物碱成分,对肝脏有毒。 服用时间长,容易出现乏力,呕吐,食欲不振现象。 严重时还会引起肝损伤,肝衰竭。 二,不要吃太多。 所谓过油不急,即使是正常体质,服用三期,一天的服用量也不宜超过9克,而且要分2-3次服用。 三,呼吸到感染期间不服用。 三期花因为性微凉,不适合风寒感冒,风寒咳嗽期间服用。 三期粉性温,不适合风热感冒,风热咳嗽服用,否则都会加重病情。 四,孕妇不适合服用。 三期有活血,补血,养血作用。 孕早期服用三期,过度活血,不利于安胎。 五,经期不服用。 经期吃三期,容易导致经血过多和经期延长。 六,生病了不要服用。 生病进补,一方面会出现虚不受补现象, 另一方面会导致旧疾未去又添心症。 七,没有医生指导不服用。 虽然三期功效好,但是到今天为止, 申报药食同源还没有被批准。 所以,安全期间,服用之前还是咨询一下中医为好。 不能抱着反正是天然植物的, 服用一点无妨碍这种想法。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